据BBC中文网消息 周一凌晨一时 三辆警车将张雪忠从上海家中带走 两名张雪忠的友人向本台确认 他已于一天后归家 本台多次致电 但他无法接听 中国迟来的两会将于5月22日召开 张的好友经济学者温克坚认为 张雪忠在此时重提宪政 就如同之前的许张润 是像流星一样划破黑夜的孤单英雄 温克坚指出 张雪忠认为 当下中国问题的根本 在于1982年的宪法 就是一部伪宪法 张雪忠在公开信中提出 人大不是中国人自由选举产生的代表 缺乏国民的授予和委托 以及自由的选举 现行宪法也根本不是一部真正的宪法 并不体现全体国民的政治意志 旅美宪政学者 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所长 王天成告诉本台 张雪忠点破了伪人大和伪宪法的谎言 这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它是没有正当性的 因为它不是自由竞选的这么一个产物 很多人都知道是这么回事 但是它需要有人出来把它颠破 张雪忠认为这部新法 把它颠破了 第二个就说 这个宪法它是一个唯宪法 宪法它是要保障民主的 它是保障人权的 它是要向着政府权利 那么我们这个宪法 它不是这么一个宪法 它是共产党的一个政策文件 要把一旦独裁合法化 张雪忠还提出 全国人大可以启动国民制宪程序 并立即释放全部政治犯和良心犯 文莫附上的宪法草案中 人的基本权利位于第一章 强调人的尊严不可侵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